两杯卡瓦斯 如果说烤肉是新疆美食的灵魂 那么卡瓦斯就是烤肉的灵魂伴侣 在新疆的夜市和餐饮店里 总是能够看到卡瓦斯的身影 这款独具地域特色的饮品 已经成为了新疆饮食文化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学习法律专业的 古利菲亚·库尔班 从小就很喜欢喝卡瓦斯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卡瓦斯酿造工艺 同时又看到了有着悠久历史 且深受大众喜爱的新疆卡瓦斯 在新疆却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方式 于是古利菲亚·库尔班 决心投身于卡瓦斯酿造事业 从2012年创业开始 决心将卡瓦斯打造成 新疆饮品的新名片 于是他与一名浙商合作 开始建厂酿造卡瓦斯 因为对卡瓦斯有着独特的情感与喜爱 同时在经营的过程中 古利菲亚·库尔班对卡瓦斯的市场也越来越了解 这更加激发了他酿造卡瓦斯的热情 与此同时 为了能够经营好卡瓦斯 他也不断学习 丰富自己的知识 这也让他变得更加自信 从12年开始我们正式大规模的生产卡瓦斯 在1819年最旺的时候 我们日产可以达到20吨 卡瓦斯和我们新疆人的性格也很相配 我们新疆人又热情 好客很直爽 卡瓦斯必须要冰镇喝 冰镇爽口 所以说也代表了我们新疆人的热情 在新疆 卡瓦斯不仅仅是一种饮料 更是承载了太多新疆人的情感与记忆 而对于古利菲亚·库尔班来说 卡瓦斯早已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一说到卡瓦斯的时候 我觉得我洋溢着我的内心的喜悦 我对卡瓦斯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和热爱 我每天都会尝一下我的卡瓦斯 在我疲劳的时候 我尝一下我觉得特别解压 卡瓦斯分为鲜酿和长孝期两种 由于鲜酿卡瓦斯的保质期短 为了能够丰富卡瓦斯的品类 同时也能够让更多人喝到卡瓦斯 古利菲亚·库尔班又和伙伴们研发了 瓶装和塑料裤装卡瓦斯 今年他还将卡瓦斯卖到了美国 正好有一个新疆的老板 在洛杉矶开了个新疆餐厅 他正好需要卡瓦斯找到了我 然后我们从这边发了200件 先发到上海 再发到洛杉矶 大概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有可能这个运费 我觉得运费下来都比卡瓦斯贵 我觉得能让在外国的朋友们 也能喝到卡瓦斯 我觉得是件特别值得高兴的事 随着新疆旅游的发展 古利菲亚希望传承和发扬好 卡瓦斯的文化内涵 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 这款独具地域特色的新疆领品 让卡瓦斯走得更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